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文化大百科 我是主持人王玲玲 您一定对我手中的 这个经典的漫画形象 不会陌生 没错 它就是家喻户晓 飞升国内外的三毛 1935年 三毛的漫画形象问世 由于人们太喜爱这个形象了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 被改编成真人版的电影 动画片 木偶剧 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其中1949年上映的 电影《三毛流浪记》 堪称是其中的经典 这个光光的大脑袋上 顶着三根头发的主人公形象 如影片自身风格般的 简单乐观和坚强 曾是几代人的 不可替代的童年记忆 也是很多人 幼时爱上电影的最初感动 三毛的形象诞生于1935年 最初的三毛 只是上海 弄堂里的一个普通小孩子 他天真活泼 富有正义感 因为调皮捣蛋 常常闹出了很多笑话 1947年的一个夜晚 三毛的创作者 漫画家张乐平 坐在上海的街头 他看到了路口冻死的流浪儿 触发了为流浪儿呼吁的想法 于是一部充满深情 和人道主义情怀的漫画 《三毛流浪记》诞生了 在《大公报》上连载后 漫画《三毛流浪记》 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1948年初秋 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决定 将漫画《三毛流浪记》 搬上荧幕 开拍之前 电影遇到的一个大难题 是演员的挑选 当时为了寻找《三毛》的扮演者 导演严功苦苦找了好久 也没有合适的 一天导演偶然看到 一个小孩子和两个大孩子 在玩弹球 小孩子赢了他们 可两个大孩子输了不认账 还先动了手 于是小孩子赢上还击 打败了两个大孩子 抢回了属于自己的弹幕 看到此情此景 导演心想 这种倔强 不甘示弱的个性 正是《三毛》的特征 于是他立刻上前 拉住这个小孩子的手说 孩子 你就是我要找的《三毛》 从演员的挑选上 我们就能够明白 导演拍摄此片的真正意图 其实就是两个字 反抗 影片开始于一个清晨 清洁工推着车子 沿街倒垃圾 忽然从他车子里 钻出了肮脏可怜的流浪儿三毛 三毛白天流浪街头 晚上睡在狗窝 跟别人学卖报 剪烟头 去桥头推车 只要有一口饭吃 干什么都行 不过三毛也不是闹肿 他正直 善良 富有同情心 还有很强的反抗精神 即使在饿得 头晕眼花的时候 他还是会捡到钱包 主动交还施主 试图帮助被遗弃的婴儿 而且以自己的方式 捉弄那些心怀不仁的大人 这个流浪儿 只会与和他一样穷的孩子 大人相处 在生活最低限度的边缘 一起分享在别人看来 微不足道的温暖和快乐 电影除了描述 三毛生活中的苦难遭遇外 最让人感动的 是故事中的那种特有的趣味 它能让观众带着微笑 看完这个故事 却又在不经意间泪流满面 比如三毛在大街上 被一位贵妇看中 收养为义子 三毛一夜之间 似乎从地狱到了天堂 他成了汤姆少爷 穿西装 吃大菜 受上流社会教育 贵妇特意为三毛 举办了生日会 那天宾客满堂 只为目睹汤姆少爷的真容 在电影当中 那场汤姆少爷的生日会上 可谓是群星闪耀 赵丹 黄宗英 魏赫玲 孙道林 上官云珠等等 数十位当红的明星 都参与到了这场戏之中 这几乎是中国电影史上 演员阵容最豪华的一场戏了 这些明星甘愿为一个 无名的小演员来配戏 跑龙套 而且不要分文报仇 这在中国电影史上 还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 或许这只能够用他们 出于对现实中 三毛命运的关爱来解释 就在群星 睁看汤姆少爷的那天晚上 三毛溜进地下室 拿出许多好吃的东西 款待那些流浪的小朋友 贵妇发现后大发雷霆 都没有问题 你就得索手 你 了 你 是 这 滴 山 弹 大 闹 灯 我 我 是 影片中通过对三毛浪迹街头 饥饿 虚辱的生活描写 尖锐地嘲讽了旧社会的贫富悬殊 黑暗不平 同时也控托出流浪儿童的质朴与善良 影片多处采用了对比手法 来嘲讽了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极度虚伪 比如儿童节那天 童子军和着音乐节奏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时 三毛也禁不住跟着队伍踏起步来 而那个高喊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翁的童子军教练 却回过头来毫不客气地打了三毛一棍 这强烈的讽刺效果 使得影片厉透之辈 回味无穷 在众多电影人的齐心付出和努力之下 电影《三毛流浪记》终于在1949年亮相一幕 从那一天起 三毛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这部影片表明了中国也有新现实主义 在当时情节剧盛行的中国影坛上 这部影片注重的是严酷的现实和赤裸裸的见证 影片在笑声当中含着心酸的泪 用喜剧的方式演绎出了一场悲剧故事 在中国上映后的第32年 《三毛流浪记》登上了法国嘎纳电影节 随后这部黑白电影在法国巴黎六家电影院连映了60天 轰动了整个巴黎 巴黎的电影评论家指出 影片感情真挚 幽默诙谐 导演功力和演员演技俱佳 他足以与卓贝林的作品相媲美 看这部影片是一次享受 这铿锵有力的评价 或许是对电影本身最大的褒奖了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他出身黎原世家 是京剧大师盖教天的长子 他是西游记里所向披靡的美猴王 他是一代天才的南派京剧舞生 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张艺鹏